今天和大家一起畫六種風格的水彩康乃興 今次會用12元店買的12色水彩 水彩旁邊就有得買的調色盤盒 不同風格的花有機會用到不同的畫筆 這款是180g 白色有額紋的水彩畫紙 首先熱身畫一些最隨意抽象的風格 畫筆沾滿水後碰少少顏料在調色盤混合 在畫紙上隨意畫出康乃興花冠的形狀 邊緣要凹凸不平 大隊的花我會分成三塊花瓣 每畫一塊新花瓣時 要與已有的花瓣保持一定距離 花瓣之間留些白邊 整體的形狀不要畫得太圓 而是要偏向畫一個橫橫的橢圓形 畫好基本形狀後 可以逐漸加深色在暗位、重疊的位置 即是例如白邊附近的位置 趁上一層顏料還未乾 加深色上去時便會有自然散開的效果 小朵一點的花我會一塊花瓣過 即是中間不會留空白的垃圾 保持花瓣邊粒粒不平 中間加一些深色讓它自然散開 再小朵一點的花也是這樣畫 放在一邊等它乾 便開始畫第二幅 這款更簡單 花冠的部分好像畫一塊橫 未開的花就畫成畫筆筆頭的形狀 隨意在花的中間加一點深色 再用水推開 幅畫最後會加黑線 所以這一步不需要畫得太複雜 愈簡單愈好 第三款花待會都會跨黑線 今次的花瓣形狀就會仔細少少 用畫筆尖表達康乃興花瓣邊緣的凹凸 花瓣由最頂那層畫起 然後畫中間的花瓣 最後畫底部向外的花瓣 這款花瓣和花瓣之間都是留了白線 所以加深色的步驟都是沿著空白的位置去外加深 深色的地方其實就是表示花瓣和花瓣之間 重疊所產生出來的陰影 所以第一步用淺色打底的時候 就算畫得很抽象 你自己都要分到每一塊花瓣 才可以決定到第二步加深色的地方在哪裏 第四款花和剛才的做法好似 今次的花瓣我會由內而外地畫 畫得比剛才再仔細一點 第二步一次過將陰影的地方填上深色 洗下畫筆 混一隻很淡的粉紅色來推開剛才的深色 產生漸變效果 然後再進行第二次加深色 一直重複直到你覺得深淺對比效果滿意 第五款花是先用勾線筆去刮線 調一個比較深的粉紅色 筆尖畫出每一塊花瓣的形狀 等線乾了之後 拿一支原生尖頭畫筆出來 混一隻淺的粉紅色填滿刮的範圍 填色的時候都盡量不要掃到邊 否則邊會有機會蒙了 加深色的時候 在花瓣邊的位置點一點深的粉紅色 再用畫筆把顏料慢慢向下推開 形成一個由深至淺的漸變效果 最後一種用平頭畫筆 把畫筆筆頭分成上下兩部分 上面尖紅色下面尖白色 畫上調色盤便會見到兩折色效果 筆頭沾很少的水 讓顏料微微鬆開 畫上紫度時顏色便會更加自然 筆尖平放在畫紙上 上下上下移動 產生一些漸變色的波浪紋 由最外面那層花瓣開始畫 不要一次過畫太長 我會將每一層分為兩至三段 畫第二層時一定要再溝色 才可以保持到兩折色效果 每畫新的一層都要少少搭著上一層 不需要留任何空白 最後再收回形狀 不要太工整 未開的花就一筆過畫一個半圓形 花瓣邊緣保持深色 畫好六款花的花棺之後 現在就要幫它們加花托 加一隻淺綠色 在花棺底下畫出花托的形狀 過濕的地方可以印乾畫筆後 塑走顏色 一筆過拉一條花徑 在兩旁一筆過畫長而細的尖葉 最簡單沒什麼技巧的水彩康乃輕花便完成 第二款花托的畫法差不多 都是先用淺綠色去畫花托的形狀 今次會在花托位置都加深淺效果 畫葉方面可以隨意一點 輕壓支筆畫下去 可以令到葉中間變粗 亦可以留一點筆觸的凹凸 整幅畫完全乾透後 就可以用針筆去刮線 純粹在花棺中間畫一些筆規則的曲線 表達它的花瓣凹凸 葉和花托的位置就大概刮了它的形狀 不需要一定剛剛好貼邊 不要用太平滑的直線 留一些隨意的感覺 刮完黑線後會有一種漫畫的感覺 第三幅畫都要刮黑線 不過今次會用科學毛筆來刮 可以畫出粗有不一的線條 今次也會刮得仔細一點 逐塊花瓣地刮 要畫邊緣的鋸齒 亦可以在花瓣上加一兩條紋 貼邊地刮花托和葉 畫上花托上的直紋 葉的地方用筆做一些粗有 畫出一些扭埋的形狀 第四朵花在花瓣和花托方面都會畫得最仔細 今次這朵花是有少少由上而下地看 所以花瓣的地方會遮蓋少少花托 花托的頂部就不要畫超過花了 花托下畫一對花垃的小葉 下面再用筆尖畫一些細長的對稱葉 整幅畫乾完後 用勾線筆點一些深的粉紅色 由花瓣中心去到花瓣外圍 拉一條條線 用筆尖畫令到條線保持幼細 線條的弧度要根據一塊花瓣的弧度 長度大概是花瓣的三分二就可以了 用筆尖輕輕挖起花瓣的邊緣 令花瓣外圍的波浪紋更明顯 花瓣的地方都要畫一條條垂直的紋 用一隻給它深一點的綠色就可以了 原初從中有機會物引出 第五款的康南輕 перед花瓣 相對在圓中的廚大哥 用一隻實色綠色的綠色 계속 llaméner 提上花瓣、花瓣색 仗製耐大家都花瓣 firearms三更怕錢 估計 basta! 貼得圓 Branch 四 Trib Kit carry cot Life 整幅畫都可以用這支方頭畫筆來畫 花托上方的尖葉位 就只用畫筆左右兩邊來畫 畫葉時用整支筆頭 一邊拉畫時一邊按壓 就會產生扭紋的形狀 以上六款康禮興集圖 都適合一些完全不懂畫畫的人 選一款你最喜歡的風格 畫一張賀卡送給你的母親大人